这当我们还在讨论华为跟比亚迪谁会成为新能源建一个 当我们还在担忧这个魏小李谁会掉队的时候啊 本田先撑不住了 本田上个月的这个销量你敢心吗 居然说断崖是暴跌44%多啊 哪怕日之前八个月的总销量跟去年同期一比的话 也下降了27.2%啊 大半年过去了本田居然说只卖了50来万两车啊 就这帮日企的这个车呢 基本上被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给抢走了嘛 那么尤其是比亚迪比亚迪前八个月是卖了232万两 光八月份一个月卖了37万两嘛 就这么跌的话 今年只有可能是卖不到百万两的 这什么概念 本田是98年的时候进入中国市场的 然后跟广汽跟东风合作嘛 合资开始卖车 2015年的时候首次销量破百万 然后连续五年 是吧 那这销量是一年比一年卖的好 你这几年虽然说是销量有下滑 但好歹你像去年再怎么着也能够卖个123万两车吧 但今年的话情况不妙了 有人说怎么看这个现象 那我说做企业吧 你既得看环境也得看自身 对不对 那本田当初自从人起来的话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那本田最早 早期是丰田的小弟 大家都知道了 专给丰田供货 做那个发动机的这个活塞环的嘛 后来丰田就把这个本田给卖了 然后本田呢 就有大笔的原始积累 后来这个本田老板 这个本田综艺郎 一看二战州的这个日本那个道路坑坑洼洼的 骑自行车都费劲 尤其如果说你要装个货什么的 更费劲 于是呢 就天才般的想出来 在这个自行车上呢 哎 装一个发动机 那那那 就搞出了个天洞自行车 大卖 然后继续呢 在这个技术上做了摩托 本田摩托 继续大卖嘛 没几年开始造车 对不对 汽车的话呢 当时丰田已经靠自己的这个精细挂关 跟省油省钱 在这个全世界呢 打出了一篇小小的名堂 本田就继续发扬这个传统 跟进好了嘛 复制好了嘛 也搞这个 恰好这个时候全球经济也复苏 汽车市场爆发嘛 就出现了大批中产阶级 要买车 那这部分人买车的话 追求极致性价比嘛 那本田那不光是有性价比了 甚至他的这个发动机 还是世界一流水准的 因为这个本田综艺郎啊 本身就是个发动机高手 他第一份工作 汽车修理工啊 也酷爱修车 他真是酷爱啊 工作之一还会捣鼓捣鼓 甚至有一次那个 把那个废弃的这个 飞机发动机给拆下来了 安到了那个汽车上 真就把这个汽车给发动起来了呢 后来还帮老板去改装 那个赛车发动机 帮助老板呢 拿到了赛车比赛的这个冠军啊 再后来的话呢 还通过这个发动机的 这个零配件的这个研究 拿到专利 就弄出来东西实在太好了 这不连他们国内的 那个第一巨头丰田 最后都看上他的这个 活塞环了嘛 找他采购嘛 你像那个思域 陈锦何思 哪怕在我们国内 也是很多人的这个 梦中请车 对不对 用那个大理论的话来讲 很多人就幻想着 开这个本田思域啊 当最风少年嘛 雅阁 奥德赛 一个一个你不管在 日本市场还是中国市场 都是叫好叫做的 本田系的 除了我印象当中 就那个欧哥没怎么卖起来 其他产品都很好 都卖得不错的 这就是当时的这个市 也是日本自己的这个拼嘛 但这几年你自己说 你要人人美了 本田中心狼 那个极致的技术 极致的创业激情 极致敏锐的这个 经营决策能力 现在没这样的大神了 是不是本田 在这个奥德赛之后 大家自己想想看 出过什么叫好叫做 这个王牌产品了吗 没了 说白了这个企业 多少是有点在吃老本的 你跟现在的这个苹果 差不多的这个意思了 你关系时代还变了呢 你现在成新能源的 这个天下了 你现在消费者关注的是什么 消费者关注的是智能化 手机跟汽车之间的 这个互联互动 本田远远落后于 中国的这个新能源 而像那个 引以为傲的发动机 这种东西的话 新能源时代 新能源车干脆就没了 就不需要发动机了 一个电机嘛 车就起来了 我是非常非常能 接受新能源的 而且我是觉得 新能源一定就是 就是未来 因为它 就是好太多了 一个最普通的新能源 就是八缸 渥轮增压的感受 甚至十二缸的平顺 韩韩这样的专业人士 都能够做出这种评价的话 你就可想而知 油车跟电车之间的 这个差距呢 确实是肉眼可见的 所以说你不光是 本田的这个衰路了 那丰田也是早晚的 这个事情 先日系再得系 只要思路不改变 就先从中国市场开始 提前完蛋 国产新能源企业 确实在这个 内卷的这个过程当中 会淘汰掉一部分 跟不上节奏 或者纯粹在骗补贴的 一些新能源的 这个不良车企啊 但是这个不是新能源车的 这个杯鸽 反而会让国产新能源产业呢 越卷越扎实 越精良 对不对 同仁在卷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顺道就会把一些 传统的油车企业呢 一个一个全部卷不该走人 大事就是如此 谁都阻挡不了 你说呢 对不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